我最好的闺蜜刚刚上大学没多久 就被人造了黄瑶 她因此得了抑郁症休学在家 后来我才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男的 对我闺蜜爱而不得 为了报复她 我复读一年考上了闺蜜的学校 她想要对我如法炮制 可她不知道的是 我绑定了反弹系统 她对我说的每句话 都将在她的身上成为现实 家人们关注小朵报复报美 欢迎大家点赞支持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站在大学门口 抓紧了手里的行李箱 这就是让小年坠入地狱的地方 我拿起手机 熟练的打开了和小年的聊天框 里面密密麻麻的 都是我发的消息 而小年一条都没有回复过 但我不怪她 她生病了 而我要解决她的心病 我拍下了学校的大门 发给了小年 小年 我到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学校的 发完这条消息之后 我也没有她会回复我的打算 而是直接摁捏了手机 朝着学校走去 小年上的大学是一所普通的一本 学校很大 设施也很好 学费并不便宜 我一走进学校大门 就看见了好几个 身穿红色背心的志愿者 也有不少人上来 想要帮我拿行李 但都被我拒绝了 我在寻找我的猎物 拿着行李箱 在学校里闲逛了一会之后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过头去 看见了一张 带着灿烂笑容的脸 同学 你是新生吗 需要我带你去宿舍吗 我拿着行李箱的手 猛个用力 用了浑身的力气 才控制住自己 没有当场给这个男的一拳 赵锦燕 大三的学长 也是学校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他家事好 样貌好 想要和他恋爱的女生 排着队等着 但赵锦燕却很少恋爱 因为他更喜欢自己 出手捕捉猎物的感觉 而就是他这样的一关禽兽 在小年拒绝了他的追求之后 肆意妄为的在网络上大传谣言 逼迫小年休学 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可哪怕如此 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 因为赵锦燕有钱有势 还有一大堆的追随者 而我们 不过是普通人罢了 可没有关系 因为我绑定了反弹系统 我整理好心情 朝着赵锦燕受宠若惊的笑了 高考完的这个暑假 我都在减肥学化妆学护肤 学穿搭 为的就是在开学的这一天 能够让赵锦燕注意到我 现在看来 我很成功 真的可以吗 会不会太麻烦你了呀 赵锦燕对我表现出来的 适当的羞涩 和适当的心动很满意 她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依旧是阳光大男孩类型的笑容 当然不会 我们做学长的 就是要为了学妹付出啊 箱子给我吧 我点了点头 将箱子递到了她的手里 手指不经意间 擦过了她的手背 我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赵锦燕进行了调查 她喜欢篮球和游戏 喜欢蹦迪喝酒 最喜欢的女生类型 是在外成熟大方 对着她小鸟依人的那种 看着拉着我的行李箱 往前走的赵锦燕 我眯了你眼睛 也不知道 为了她量身打造的人设 这个见多识广的花花公子 会不会上钩 我的寝室并不远 一路上赵锦燕的嘴巴 也没有闲着 和我介绍起了学校里的 各项活动 设施以及社团 我现在是学生会的主席 如果你有意愿 加入学生会的话 我很会欢迎你的 走到寝室楼下 赵锦燕对着我眨眨眼睛 语气里透露着一丝 暧昧的气息 但那抹气息很淡 几乎察觉不到 我从赵锦燕的手中 接过了行李箱 和她一样笑得找不出破绽 对她抛给我的钩子 却并不接纳 谢谢学长 但我不太喜欢 学生会那种地方 所以可能不会参加 我适当地流露出了 一丝难过的神情来 然后立刻收拾好表情 与赵锦燕到了别 对待赵锦燕这样的人 既不能太主动 也不能太被动 恰到好处地 展露出自己的脆弱 是吸引她 继续对我有兴趣的攻势 学校的寝室是有电梯的 我是最后一个到寝室的 推门进去的时候 其余三个女生 都骑刷刷回头看向我 好在她们都是很不错的人 那天晚上 我们之间的隔阂 就已经消除得差不多了 寝室里的一个小姑娘 拿着手机呲哇乱叫 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叔叔 你快看这个女生生是你呀 我看了眼她手机屏幕上的照片 玩耳一笑 确实是我爱 那是一个表白强的帖子 照片里的我 简单的短袖和牛仔裤 正拿着行李 四处迷茫地观看 照片的角度选取得很好 恰到好处地 暴露了我的侧脸 也不枉费 我今天在外面走了这么久 啊好羡慕你呀叔叔 开学第一天 就有人要你的微信 人漂亮身材又好 我客套地说了几句 没有啊 你们也很漂亮 只是不会打扮而已 以后我们一起变漂亮 那叔叔你微信打算给吗 她的话一说出口 寝室里其他两个人 也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算了吧 我对恋爱没什么兴趣 毕竟 所有人都能轻易得到的 不会引起赵景艳的兴趣 而我上大学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谈恋爱 而是为了报仇 开学之后的第三天就是军训 这两天空闲的时间里 我哪里都没去 而是在寝室苟着 直到军训的那一天 我才又一次走出了寝室 不出我所料的 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见到了赵景艳 学妹你也在这里啊 好巧 赵景艳仿佛真的是 和我偶遇的 一副很惊讶的模样 她的身边还跟着两个朋友 听见赵景艳和我打招呼 都纷纷起哄 好悠悠学妹 赵哥这才开学多久啊 你就认识学妹了 就是啊 还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学妹 我看了眼她身边的两个男生 林荣和王雨晨 也是伤害小年的主力军 赵景艳没有开口 而是继续用笑盈盈的目光看向我 而我没有如她所料的 露出害羞的神色来 而是大方的做起了自我介绍 学长们好 我叫林书成 和学长只是一面之缘而已 她帮我搬了箱子 赵景艳看上去有些惊讶 但我的话还没有结束 对了学长 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没等她回答 就跑到了边上的便利店 买了三瓶可乐 然后递到了赵景艳的面前 学长 那天辛苦你了 这三瓶可乐 她们调侃都没有红脸的我 此刻却因为她的一句话 而结巴起来 那 那学长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下次再报答你 赵景艳轻笑了一声 拧开了她手中的可乐瓶 然后重新对到了我手里 赵景艳 她伸手拍了拍 我的脑袋离开了 我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宿主 检测到有人正在说您的坏话 请问是否选择反弹技能 她说了什么 笑得那么浪 不知道掉了多少男的 反弹 我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是谁 但无论是她们中间的哪一个 都不冤枉 回寝室的路上 我将手中的可乐 扔进了垃圾桶里 垃圾 就应该待在她应该在的地方 捐讯第三天 我听闻学校里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第一次听见这件事 是在表白墙上 有人吐槽大三学长玲珑 在外勾搭了不少男人 却又说自己是异性恋 将那些同性恋玩弄在鼓掌之中 给异性恋抹黑 寝室里最喜欢八卦的室友 一天24小时里 有10个小时都在说这件事情 表白墙的吐槽贴在这之后络绎不绝 都是学校里的男童们 团结在一起 对玲珑进行了控诉 我在学校里 还见到过玲珑几次 短短两天的时间 她因为这件事情 脸色憔悴 脚步虚浮 面对路过同学们的窃窃私语 恨不得把头塞进包里走 但我知道 这样的言论放在男人身上 只不过是看了几天笑话 等时间过去了 笑话被新的笑话所取代 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可放在女生身上 却完全不同 军训第七天 新生晚会开始 我在班主任和室友们的鼓励之下 报名了唱歌节目 虽然就算没有他们的鼓励 我也是会参与的 这是我让赵锦燕 对我进行追求最佳的方式 还有一个原因 是去年的新生晚会上 小年也唱了歌 我特意选择了和她一样的歌曲 节目开始之后 全场灯光暗下 只有一束聚光灯打在我的身上 我穿着白色的晚礼服 坐在钢琴前 第一个音落下 观众席上原本的嘈杂声 便渐渐安静了下去 仿佛全世界都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的歌唱水平并不如小年 但一整个暑假 我只练了这一首歌 糊弄这些门外汉 还是绰绰有余 一曲终了 我站起身向着他们弯腰致谢 掌声雷铃之中 我一眼就看见了 坐在第一排的赵锦燕 她的眼神里 是势在必得的信心 短短的一个对视 我立刻挪开了自己的视线 提着裙子走下了舞台 在后台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学妹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这样的话 我从刚刚开始便听得厌烦了 我一边转过身 一边拒绝道 不好意思 我没有加陌生人的习惯 然而看见站在我面前 笑盈盈的赵锦燕 我的话音顿时停在了喉咙里 我自然知道是她 正因为知道 我才会用这样冷漠的语气 赵锦燕晃晃手机 真的不行吗 我拿起包 朝着她走进了几步 有些修忍 学长不算陌生人 当然可以 是与刚刚截然不同的语气 赵锦燕的眼神里 带着意料之中的了然 学妹今天唱的歌很好听 她果然忘记了 在毁灭小年的生活之后 将这件事情完全抛至脑后 我垂下眼帘 挡住了眼中的冷漠和嘲讽 再一次抬头的时候 还是赵锦燕心中 那个完美无缺的学妹 这周末我在家里办了派对 能赏脸参加吗 赵锦燕微微弯下腰来 那张脸距离我不过 一两寸的距离罢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明面上是羞涩的躲避 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有多么厌恶她的靠近 我没有参加过派对 没关系 我会照顾你的 赵锦燕默认 我这就是答应了 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脑袋之后 便转身离开 真恶心 回去要洗四次头 派对呀 如果我没记错 她就是在派对上 让她的朋友 故意解开了小年的泳衣 让小年延练扫地 这一次 该轮到他们了 赵锦燕家的别墅在市郊区 我本打算打车前往 却没想到 赵锦燕会开着她 无比招摇地跑车 在楼下等着 下楼的时候 看见那辆大红色的车子 我还是惊了一下 赵锦燕已靠在车门上 看见我之后 非常绅士地 替我打开了 副驾驶的车门 而我收拾好了自己的心情 恰到好处地 流露出了一丝惊喜 你怎么过来了 你不是说 没去过派对吗 我怕你紧张 所以特意来接你 赵锦燕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任谁看了 不说一句深情专一 而我抿了抿嘴 谢谢学长 一直到下车为止 我都没有看赵锦燕一眼 只是被她抓包了很多次 透过玻璃 与她对上视线 赵锦燕家中的别墅很大 可我没有流露出 过多的惊讶和艳线 只是一如既往的 端着柔和的笑意 走在赵锦燕的身边 她颇有些惊讶地 看了我一眼 毕竟她身边的很多女生 都会对她不凡的家世 透露出一丝好感 其实有时候 玛丽苏小说 还是有一部分真实的 这样纹固的富二代 确实会对于旁人不同的女生 产生好奇耳朵心理 虽然不多 但已经足够我利用了 我们赵少爷可算到了 去接小学妹 就把我们晾在这里不管 王与晨搂着玲珑的肩膀 身边还站着一个 身穿蓝色比基尼的女生 那女生看向我的目光 充满乐意 赵锦燕走上前去 给了王与晨的胸口一拳 人家小学妹容易害羞 别瞎说 王与晨嘻嘻哈哈地凑到了我面前来 小学妹今天是勇士派对 你穿成这样不合适吧 背后的袋子 那裙子便顺着我的身体滑落下来 里面赫然是白色的泳衣 这样合适了吗 赵锦燕的眼神 在那一刻变得无比火热 带着实质性的温度 眼神扫视过我身体上的每一寸皮肤 我有些不适 但还是强忍着 没有捡起地上的衣服 王与晨和玲珑也第一时间看向我 站在我对面的王与晨 甚至还咽了咽口水 和 合适 大约是见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我身上 那边上的女生 有些不乐意了 满是战友的模样 赵锦燕也没有拒绝 仍旧是笑道 新来的学妹 民书城 叔叔这是和我们同一届的 学生会副主席 苏燕 苏燕 我知道这个名字 曾多次出现在赵锦燕的资料里 与赵锦燕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对她芳心安许 但奈何赵锦燕只把她当成朋友 从未对她有过其他的心思 不过如今看来 只怕不是没有其他的心思 而是知道 哪怕自己不答应不承诺 苏燕也会对自己不离不弃 我只看一眼 就在苏燕的身上贴下了标签 变爱恼 在场所有人都是赵锦燕的朋友 她自然不可能一直陪着我 我有意在派对里结识更多的人 却在去拿鸡尾酒的时候 听见了赵锦燕和王雨晨的对话 赵哥 这小学妹身材真是不错 等你玩宴了 给我玩玩 行 放心吧 哪里少过你们的 就是看上去胃口还挺大 我刚刚看见她和很多男的在说话 还没调叫好的小猫罢了 今年还要来一次吗 赵哥和去年一样 让她放出点福利 反弹 好的宿主 叔叔你在这里啊 我们打算去泳池游泳 你一起吗 泳池游泳 多么好的机会 可以制造出肢体上的接触 赵锦燕只穿了一件泳裤 她八块腹肌的身材显露无遗 从身边那些女生们 看向她的眼神就可以得出 赵锦燕确实是有些本钱在身上的 但这并不是她伤害别人的理由 我有些纠结到 可是我不太会游泳 我可以在上面看着吗 赵锦燕的眼神里有些不悦 但或许是想起 刚刚和王雨晨所说的话 很快就点头答应了 当然可以 如果你想学的话 我也可以教你 我走在赵锦燕的身边笑容柔和 与她一边说笑着 一边朝着泳池走去 不知道的人看来 或许还真的会以为我们情投意合 王雨晨他们已经在泳池里等着了 瞧见我过来 她与玲珑互相对视了一眼 怎么只有你们几个 其他人呢 王雨晨朝着岸边游来 双手搭在瓷砖上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从玲珑在别人眼里变成男童 那些男生离我们要多远有多远 王雨晨的话让玲珑脸色大变 立刻和她在泳池里扭打在了一起 我坐在岸边冷眼看着他们 你瞧 对于男生来说 没有所谓的黄摇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这些事情 会成为可以一笑了之的过去 或成为与同性之间谈笑的资本 受伤的 永远只有女生 王雨晨和赵锦燕在水里对视了一眼之后 便朝着我走来 她双手撑在了瓷砖上 一个微微用力 就坐在了我的身边 水珠从她的身上滚落 王雨晨用手撸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扭头看向我 我还是第一次 看赵哥这么维护一个女生呢 出现了 第一次 我心中翻了个白眼 但表面上仍旧需要做好样子 是吗 我看学长那样 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女生喜欢她的 确实很多 不过赵哥要求很高的 所以你懂的 王雨晨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撒起荒来 面不感色 所以你偷偷告诉我 你对赵哥是怎么想的 王雨晨朝着我眨眨眼睛 就当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 秘密 相信了你我才是真的脑残 我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手指 小腿浸在水里轻轻晃动 开口的语气带着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也不知道 我和学长的认识时间不长 而且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万一学长她 余光里 我看见王雨晨正借着伸懒腰的姿势 将手逼近我身后脖梗处的绳子 啊啊啊啊啊 水里的赵景彦和林荣 听见尖叫声抬起头来 然而让赵景彦失望的是 她看见的并不是我一脸娇羞 捂着胸口的样子 而是我单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另一只手指向王雨晨 有 有人耍流氓 我的嗓音尖锐 长期练习唱歌的肺活量 让我引起了身边所有人的注意力 而那个呆滞的坐在原地的王雨晨 正低下头 看着自己刚刚还好好的 却突然决裂了的泳裤 我立刻从他身边坐了起来 忧愿地看了赵景彦一眼 然后扭头跑了 我听见赵景彦在身后叫我的名字 可我的脚步没有丝毫的停顿 因为一旦停下来 我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大笑出声 直到走到了别墅外面 我才捂着肚子笑弯了腰 王雨晨刚刚的那个表情 我真应该拍照记录下来 这样好的场景 应该让小年也看看的 但很明显 这样想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 第二天 学校的表白墙上 就出现了王雨晨的照片 虽然照片给重点部位打上马赛克 但无论如何 都有一种预盖迷章的感觉 关于王雨晨泳库破裂事件 成为了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然了 他们最在乎的 还是王雨晨的尺寸大小如何 而我作为当事人 第一目击证人 被我的室友拉着问了个遍 所以真的和网上说的一样 就那么点打 室友用手摆了个姿势给我 我仔细端向了片刻 然后赞同的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 他拉着我的手 笑得人仰马翻 王雨晨啊 被别人谈论羞辱的滋味 你也尝试一下吧 接下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没有再答应赵锦艳的邀约 一是因为大一刚开学课程忙碌 二是因为我还有着兼职 要去给一个初中生的妹妹上课 自然 我辅导的人也并不是随意寻找的 而是经过我的千挑万选 对方是能够与赵家 有着抗衡之力的谢家 暑假的时候 我特意在谢家小姐上下学的 必经之路上闲逛 总算有一天 被我遇到她蹲在路边哭泣 谢曼的成绩不好 但她的哥哥谢安又格外的严厉 所以每一次考完试 对于谢曼都是一场酷刑 我以知心大姐姐的身份 接近了谢曼 在一个星期之后 谢安找上我 希望我可以担任谢曼的家庭教师 我自然是答应了的 谢家的别墅 距离我的学校也不算近 一直以来 我都坚持自己打车上下课 但自从上一次回学校的路上 差点被流氓尾随之后 谢安为了保证我的安全 便吩咐了谢家的司机送我 而这一天 当谢家的司机替我开门的时候 我很明显地感觉到 身后有人正在偷窥我 我的脚步微顿 冷的眼神微微一笑 看来赵景彦忍不住了 她要用对付小年的方式 来对付我了 李莹姐姐 你来啦 我刚刚到谢家 谢曼就冲上来 抱住了我的腰 小姑娘身体娇娇软软的 抱起来格外的舒服 我又捏了两下 她脸上的软肉才算作罢 听说你前两天学校开学考了 考得怎么样 谢曼似乎就在等我问这个问题 她骄傲地抬起下巴 我可是考进了班级前十呢 这么厉害 我确实有些惊讶 但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谢曼的脑子并不笨 一直以来学习不好吃的原因是 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 导致精神高度紧绷 如今学习对于她而言 成为了一件足够快乐的事情 自然也就手道擒来了 为了奖励你 今天请你喝奶茶 姐姐请客 小孩子向来比较好哄 听我这样说 谢曼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抓着我的手 一个劲地叫我姐姐 直到课程结束 她才一拍脑门 我想起来了 哥哥说 为了报答你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来着 我收拾书的手一顿 所以毫无悬念的 我被谢安接了出去 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 谢安虽然面无表情 可待人接物 却让人感到恰到好处的舒适 既不会过分热情 也不会过于冷漠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 已经是夜间八点多了 谢安将我送到了学校门口 下车的时候 她叫住了我 林小姐 娜娜很喜欢你 这些日子你做得很好 如果将来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还请您不必和我客气 谢氏集团总裁的帮助 对于我而言 是最好的礼物了 我没有推辞 而是告谢离开了 我走进学校之后 我才发现 路上那些同学们 看向我的眼神里 带着些奇怪 心中的疑惑只出现了一瞬间 我立刻明白了过来 是赵锦艳出手了 果不其然 回到寝室 其余的三个室友 立刻涌了上来 叔叔 不好了 有人在表白墙里说 你被一个中年大叔保养了 我看向递到我面前的手机 那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 我正要上一辆好车 先生里某个别人也太漂亮了吧 刚开学没多久就被人保养 这开门的人都能做罢了 这也太不挑了 底下的评论已经有了几十条了 我把手机还给了室友 然后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气定神闲地看起了评论 这是汉语言专业的林书成罢 没想到 长了这样一张脸 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谁说不是啊 不过 他在学校里这么活跃 也是为了卖出好价钱吧 我还听说 他从高中就开始和外校的男人乱搞 说跟你都怀过孕呢 什么垃圾货色 现在的有钱人眼光这么差吗 每看一条评论 我就想起小年 当初的他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独自一个人遭遇了这样多的语言暴力 没有人听他的解释 也没有在乎他的呐喊 他们凭借这摩登两可的照片 将小年打入了地狱 叔叔 你没事吧 你放心 我们是一定相信你的 我们马上去帮你解释 室友在边上小心翼翼安慰着我 我在外面做兼职的事情 他们是知道的 也知道我做家教的那家人是富贵人家 偶尔我还会带 新版给我点的甜品回来 一起分给他们 所谓吃人的嘴短 如今看着我被人这样污蔑 他们的心里也都不好受 宿主 是否采用反弹系统 不着急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我回复了我的室友 也回复了我体内的系统 赵锦艳声势浩大的整出了这样一场戏 他当然不会一直畏惧幕后 没过多久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赵锦艳给我打来的电话 我接起了电话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 委屈而可怜 喂 学长 赵锦艳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显得格外的急促 仿佛真的因为我的事情焦头烂额 叔叔 你没事吧 我刚刚看见表白强的事情 你放心 我是相信你的 你别害怕 我肯定会帮你澄清的 他说的言之早早 就差把自己的心挖出来 放到我的面前了 可我只是唾弃着 不用了学长 我相信轻者自轻 就算你解释了 他们也不会听的 而且我怕你也被我连累 学长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 我就很开心了 我的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 如果不是放在桌面上的镜子里 倒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 只怕是连我自己都相信了 赵景彦又是一番感动 然后是表明自己坚定的态度和立场 这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合上电话的那一刻 我对上了室友们好奇的眼神 在他们的眼神公式之下 我将我与小年的遭遇 全部都托盘而出 大家都是女生 女生对这样的遭遇 最能感同身受 有敏感一些的 已经泣不成声 叔叔 你说吧 你想我们怎么做 我们如何才能帮到你 我看着室友 缓缓道 我要你们和我保持距离 做出与我已经绝交的样子来 只有猎物已经进入绝境了 猎人才会放松警惕 接下来的时间里 关于我的流言愈演愈烈 而我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要涂一层素颜霜 才能让自己看上去 面色苍白 我的室友们在外从不与我说话 看上去 我就像是被所有人孤立了一般 唯有赵景彦不同 她会在我下课后来 接我吃饭 会在周末带我出去看电影散心 我和赵景彦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越来越近 终于有一天 赵景彦和我表白了 她站在我的面前 手里捧着一大树的红色玫瑰花 脸上是如同少年一般青涩的笑容 叔叔 我喜欢你 我想要照顾你一辈子 我故作犹豫 可是那些事情 赵景彦将玫瑰花递进我的怀里 声音低沉 我不在乎 叔叔 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一定会帮你洗干净所有脏水 她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 看着一个人的时候 就仿佛是看着自己的全世界 而我在赵景彦这样的眼神里 点了点头 她将我抱入怀中 向所有人炫耀自己 有了一个完美女友 系统开始反弹 好的宿主 当天夜里 赵景彦想要留我在学校外面过夜 但却被我拒绝了 她虽然看着有些不愉快 但念及我们刚刚在一起 倒也没有和我生气 第二天 赵景彦来楼下接我去上课 我却站在阳台上 看着朋友圈里的内容 我靠我靠今天大瓜 同学们呢 大三的赵学长你们知道吧 她去年的时候让一个女生怀孕了 结果竟然强制性让那女生打胎了 不仅如此 我还听说她高中的时候 插足学校里的一对情侣 玩腻了和那女生分手 后来拿女生被逼得跳楼 人们对于八卦总是很热情的 而八卦的真假 一定程度上其实并不重要 比如我 比如小年 但赵景彦所有的八卦 全部都是真的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朝着楼下走去 看见赵景彦的第一眼 我的泪水便顺着眼角滑落了 阿景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赵景彦一开始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是在看见朋友圈里的内容之后 脸色变得格外阴沉 当然不是真的 叔叔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他握住了我的手 语气真诚 我当然清楚了 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 但我只是反握住了赵景彦的手 认真的看着他 我相信你阿景 就像你相信我那样 赵景彦的眼神里闪过一丝讽刺 但还是对着我说了些甜言蜜语 其实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赵景彦的家世好 样貌好 其实人们对于他这样的人会格外的宽容 可奈何这中间有系统的功劳 赵景彦在往我身上泼脏水的时候 有多么的努力 那些脏水回到他的身上 就有多么痛苦 他被剥夺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 不仅如此 学校还以其私生活混乱为友 给予了他一次大过 从前那些围着他转的狐朋狗友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只有我还陪伴在他的身边 我和赵景彦的处境立刻颠倒了 他成为了被众人唾骂的社会败类 而我成为了食人不亲 但深情专一的可怜人 太多人的谩骂 是会让一个人迷失自我的 赵景彦从一开始的无所畏惧 变成了之后的茫然无措 再到最后的草木结冰 他开始依赖我 信任我 甚至真心实意的 爱上我 当谣言开始慢慢退去 我决定拿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 苏烟 苏烟找到我 是在学校里 关于我的谣言兴起的第二天 说实在的 我没有想过他会私底下来见我 还对我送上了这样一份大礼 我和他是在商场里见的面 他一见到我 就和我道歉 为什么和我道歉 我是为了阿景 才和你道歉的 苏烟的眼神黯淡 看上去像是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打击 也不知道赵景彦 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过于有自信了 既然在和王雨晨等人合计造谣的时候 都没有避开苏烟 大概在他的心里 从小时候开始 就对自己一心一意的苏烟 是绝对不可能背叛他的 可他忘记了 苏烟首先是个女生 阿景小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我一直以为 他这样浪荡是因为缺少爱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阻止过他 可我没有想到 他会变成这样 变得让我陌生 苏烟将手中的优盘递给了我 这里面 是他们计划时候的录音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看着苏烟 她很漂亮 也很优秀 这样好的女生 应该有全世界最爱她的男人 我也要和你道歉 我还以为你会是来和我辞尽的恋爱脑 没想到你会站在我这一边 我戏谑着 苏烟 你很好 所以不要为了人渣难过 那是她的错 不是你的 你最多只是 年少无知的时候 遇人不输罢了 苏烟抬起头来 虽然眼里还带着泪光 但她仍旧对我笑了 谢谢 这样好的一张牌 要用在最好的时候 在我看来 这个时候 就是三天之后 学校的周年庆典上 在周年庆典开始之前 我特意打电话给了谢安 这还是我第一次给谢安打电话 难免觉得有些紧张 殷小姐 找我有事吗 谢安的声音在电话里 仍旧显得冷静沉稳 我将最近我在学校里 被人传谣言的事情 对着她全看拖出 最后才问道 不知道谢先生三天之后 有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周年庆典 我先很多事情 见到人会更加有说服力 我本以为谢安至少会考虑一段时间 却没想到她答应的这样快 可以 这本就是因为我才发生的误会 真是抱歉 瞧瞧 什么叫气派 什么叫修养 这样一笔 赵景彦真是一文不值 解决了最后一环之后 我开始安静的等待着周年庆的到来 三天之后的现场 我在进场前 把优盘递给了我的室友 她是这一次周年庆策划的参与者 她会在适当的时候 将那优盘放给所有人听 我是和赵景彦一起进入的会场 刚刚进去 我就感觉到了四面八方 看向赵景彦的视线 带着鄙夷与嘲讽 赵景彦的身体有些僵硬 我拍了拍她的手臂 以示安慰 做足了一个好女友的模样 谢安站在不远处的人群中心 作为谢家的掌权者 她所在的地方 必然都是阿谀奉承的话 越过人群 谢安一眼看见了我 然后放下手中的酒杯 朝着我走来 冰小姐 好久不见 而我也如同见到了老熟人一般的 对着西安笑了笑 谢先生 确实很久不见了 校长跟在西安的身边 一脸疑惑 你们认识 西安点了点头 林小姐在给我妹妹做家教 跪校的学生很厉害 我妹妹现在成绩进步了很多 学校的学生被夸了 校长自然是予有容烟 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灿烂的笑容 可西安的话还没说完 但是前段时间 似乎还给林小姐造成了困扰 学校里似乎掀起了 与林小姐有关的传闻 真是抱歉 最后一句话 西安是看着我说的 我虽然想要他帮我解决谣言 但也没想到 西安这样给我面子 连忙摆手 没事的 谢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一旁的校长 如同变脸一般的皱起了眉毛 给了旁边的主任一个眼神之后 又重新跟在了西安身边 我知道 关于我的谣言 自然会不攻自破 而赵锦燕看见我与西安打招呼 却有些不太开心的模样 叔叔 那人看着不像什么好人 你离他远一点 他最近对我的占有欲很强 但凡是雄性生物离我近了些 赵锦燕都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自然是满口应允的 毕竟还没有到撕破脸的时候 会场的灯光逐渐昏暗下来 主持人走上了台 可他的话筒里却没有声音 音响里传出来的声音 是赵锦燕与王宇晨他们的 赵哥 那个学妹怎么还没拿下呀 就是啊赵哥 妈的这女的吊了你玩吧 真他妈恶心 赵哥 我们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是啊 就和去年一样可以 坐吧 随着录音的播放 会场变得嘈杂起来 而赵锦燕紧张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他的眼里满是惊慌失措 带着卑微的哀求 录音结束了 叔叔 叔叔你听我解释 这是假的 这是别人污蔑我的 他的语气急促慌乱 一双眼睛盯着我的脸 仿佛要从我的脸上 看出片刻心软 但他错了 我的脸上只有愤恨与悲伤 你骗我 赵锦燕我那么信任你 可这一切都是你做的赵锦燕 你说你喜欢我 这就是你喜欢我的方式吗 你知不知道我 为了这件事情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不你当然知道了 因为你就在我的边上看着 你看得心满意足 看得津津有味 我高声咒骂着他 一把甩开了赵锦燕的手 赵锦燕 我们完了 你这个恶魔 说完最后一句话 我推开看热闹的人群 朝着外面跑去 直到跑出了会场 我才停下了脚步 我知道 从今天开始 赵锦燕他们的好日子 算是已经过完了 那一晚我没有回寝室 而是去了小年的家里 小年的母亲 打开门的那一刻 苍老了很多 看见是我 她的脸上 勉强带上了一丝笑意 是叔叔啊 进来吧 我走到了客厅里 这个地方曾经充满了 我与小年的回忆 可如今却满是萧条 小年 还是之前那样吗 她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 不说话 也不出门 就这样在床上躺着 我都怕她的话没有说完 但我知道她想让说什么 我敲了敲小年的房门 走了进去 屋里一片漆黑 小年将自己裹在被子里 看不清表情 我熟练地坐在了她的身边 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小年的头发 小年 我做到了 我帮你报仇了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小年 可她仍旧没有什么反应 小年 高三那年我们互相承诺过 无论去了哪个学校 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也是一样 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可我还是想要看见 那个笑起来很灿烂的你 小年 别害怕 这一次有我保护你了 杯子里的人无声无息 如果不是身体的起伏 我真的会以为她已经不在了 我等了一会儿 那时候是有告诉我 昨天赵景彦在楼下等了我很久 还想要直接闯进来 但却被人拦住了 后来她被学校的人带走了 说是要开除 又因为造谣被警察带走 她这些年造的谣 可不止我和小年两个人而已 再加上她高中到现在犯下的所有罪名 我想哪怕不坐牢 也够她吃一糊的了 但最关键的是 赵景彦出名了 昨天的事情有人发到了网上 赵景彦的名字 算是成为了心境骂人词语 连带着她爸公司的股票 都受到了影响 为了保全自身 他爸直接在网上公开断绝了 和赵景彦的关系 至于玲珑和王宇晨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没有赵景彦这样的背景 被学校开除了之后 他们的爸妈在校长室里哭着磕头 看上去好不凄惨 但这一次校长没有留情 我听人说 二人好像是回老家了 也不知道大学被开除的他们 未来的人生究竟如何 我依旧在谢家做家教 只是西安在那天之后 似乎看向我的眼神 总是不对劲 是一种资本家看见了 有奴役钳制打工人的眼神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 我在学校门口见到了小年 他拖着行李箱 一如高一那年我们第一次见面 同学你好 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